夜晚 景臣行色匆匆地从楼门走出 路边停靠的车架赶了上来 两名侍卫牵着马跟在一旁 他却没有上车 而是伸长了手 拉过了一人手中的马匹 你们先回去 公子这是要去哪儿 侍卫伸手去扶他 景臣却没有理他 翻身上马 绝尘而去 景臣一路驾马 狂奔到了宝昌街 敲开了于府的大门 虞书正要睡下 听到下人禀报 心知他无视不登三宝殿 便换上了衣服赶到前院 景臣不在客厅等候 就在庭院内备手而立 看到他就大步上前 怎么这么晚你过来 我有话要对你说 虞书看到他面色凝重 心道不妙 定是有什么不测之事发生 二话不说就转身带路 要过了丫鬟手中的灯笼 不许人跟着 与他一前一后 进了咏春院 七拐八拐的 就在白天他和薛瑞谈心的地方 停了下来 就在这说吧 我府上的花园有夜镜 不会有人擅闯 哎 出了什么事吗 景臣来时匆匆 等着与他面对面 却觉得难以启齿 深深的吐息 默不转睛地看着他 鼓足了勇气开口 小鱼 求你 嫁给我为妻 虞书性眼圆征 背着突如其来的求婚 惊呆了 怕他拒绝 景臣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有幸 娶你为妻 一定会一身珍重 绝无二心 我知道以前辜负了你许多 但我立誓 今日起 我再有分毫失信于你 你便让我死于非命 魂飞魄魄散 永世不得为人 三亲在上 正一道弟子景臣 说着 他就要侧身跪下 竖起手掌 要对天立誓 虞书的脸色一变 上前扯住了他的手臂 立声道 你闭嘴 谁要你发誓 你先给我把话说明白 为什么好端端的 就要说娶我 是不是皇上和大提点 逼迫你了 他们等不及了吗 要我提前为你破命 对不对 景臣被他大力地拉了起来 他瞒不住他 只好一无一时地告知 魏国夫人昨日逃离了京城 皇上重病卧床 大提点算到了战绩将乱 大安风雨飘摇 于是要我与你尽快成婚 方能及时地挽回国运 虞书 瞇着眼睛看了看 他说 可是你爹云华义子亲口告诉我 全女六任书上说 隐女子破命 并非是大提点所述的方法 他是在骗你 他让我与你成婚 一定另有目的的 我知道他骗了我 但我非娶你不可 景臣的态度异常坚决 不等余书发火 他便道明了苦衷 因为这个世上原本就有两个破命人 一男一女 只要杀了你 就能找到另外一个破命人 如果我不娶你 他们就会要了你的命 你说什么 有两个破命人 我不信 我也不信 可是说到底 你我谁也没有看到过 选女六任书 我爹也没有告诉你 真正的破命方法 我知道大提点骗过我 但万一这次他说的是真的呢 小鱼 我不敢去赌 鱼说的心中一领 脑中一瞬间闪过了许多的念头 不由地握紧了他的手臂 景臣看出来他内心的挣扎 分明是不愿意嫁给他 胸中是微微的刺痛 终于忍不住问他 我知道 过去是我对不起你 我发誓不再会辜负你 小鱼 你为何就是不想与我做夫妻呢 究竟我哪里不对 你说出来我一定会改 虞书的脑子乱作一团 对他的祈求眼神 硬是编不出谎话 你没有不对 也不需要改 那就是 你还在怪我当日与你绝交吗 那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消气呢 你告诉我好吗 景臣执着不懈地追问 进京这一年 他虽然看穿了事态炎凉 却仍旧不懂男欢女爱 他始终记得虞书在小树林里对他说过的话 记得他曾心疑于他 他甚至从来都不曾想过 这种感情有一天会消失无形 虞书苦笑着躲开了他的视线 这样的景臣实在是让他感动 只怕自己会一时心软 再与他牵扯不清 他背过身 缓缓地低伸说 我早就不怪你了 我既不怨你 也不恨你 让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 景臣 我不能和你做夫妻是因为 因为我心里面装着另一个人 不是你 他到底还是说了出来 哪怕这话很伤人 他没有回头 便看不到他脸上的无措 看不到他眼中的茫然 另一个人 对 景臣似乎是听懂了 他的神情煞时慌乱起来 可 可你不是说过 说过你喜欢我的吗 虞书苦笑道 那是从前 我现在只当你是朋友 并无男女之情 以后也都不会再有了 听到他这样说 景臣竟觉得难以呼吸 他抬起手伸向他的后背 捉住了他的衣袖 攥紧了手心 那 你是喜欢上 另一个人了 是吗 虞书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有想要托付终身的人 不论如何 我不会嫁给你 他不会为了活命 就违背心意 他想要托付终身的人 是薛瑞 不是景臣 原来是这样 景臣的眼神 迅速地暗淡了下来 拽着他的手指 慢慢地放开 后退了两步 轻声地问道 我能 问一下 那个人 是谁吗 虞书摇了摇头 那 我先回去 明日我在四天间等你 景臣留下这一句话后 就落荒而逃 终于把话说开了 虞书并没有感觉到 包袱落地的轻松 反而是觉得肩上 越发地沉重起来 该来的终于来了 面对别人安排好的命运 他要如何抵抗呢 景臣失魂落魄地 回到了公主府 他一路低着头 走进了塑画阁 却没有留意到 等候在楼外边的水云 师兄 水云出声地唤道 见他面色不佳 只当是出了什么事 担心地问道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景臣扫了他一眼 一语不发地 走进了楼中 水云心里嘀咕 我最近没做什么 让他生气的事啊 他让人推着木轮椅 跟着他 小心翼翼地打听道 你不是到四天间去了吗 大铁铁找你有什么事吗 景臣坐在躺椅上 一手盖住了额头 阴瑟疲惫道 你不要东问西问 我不想和你说话 你 回房去睡吧 水云撅起嘴 两个月前 他和榆树握手言和 景臣对他的态度就有好转 很久没有这样 冷言冷语地对他了 他不轻援走 就让侍女先退下 景臣默念了 十多遍的清新皱 睁眼看见他还在那里 只觉得心中烦闷 你怎么不走啊 水云陪着笑脸说 啊 我看你好像不高兴 陪你说说话不好吗 你忘了 小时候 你最寡言少语 每回都要我猜你的心思 我怕你憋着心事不说 晚上睡不好觉 大体点和你说了什么 不能告诉我吗 让我猜猜呀 是不是有关破命人 水云早就知道 破命人是找到了 只是一直没有问出 那个人是谁 景臣看着他言笑奄奄的样子 脑袋里有根弦 突然断裂 他压抑了一整晚 头痛欲裂 从听说有两个破命人 大体点威胁他要杀余叔 再到余叔告诉他 他另有喜欢的人 他都隐忍了下来 此时 却是忍无可忍 你就那么想知道 谁是破命人吗 他侧着身 半张脸陷入了阴影中 水云一心念叨着破命人 分毫看不清他眼中燃烧的愤怒 眨着眼睛故作委屈的 我还不是关心你 谁让你一直瞒着我 我的好奇心就重 师兄 你就告诉我吗 到底谁是破命人 我见过他吗 见过 你不止见过他 你还差点害死他 水云笑容僵在唇边 下一刻 他的两眼就瞪直了 几乎从轮椅上跳了起来 失声道 你说的破命人是 是余叔 不错 是他 不可能 水云煞实脸白 他嘴上不愿承认 心里却清楚警纯 没必要骗他 那个他们等待多年的破命人 应该是余叔无疑了 他也曾怀疑过余叔 但是后来被他否决了 从没有想到过一天 这种可能变成了事实 他竟难以接受 你当日口口声声 逼我斩情思 更不惜暗算他的性命 迫使我与他恩断义绝 你绝对想不到 他就是我的破命人吧 警纯看着水云苍白的脸色 居然有种难以言喻的畅快 这一刻 他不是无欲无求 无喜无悲的大安货子 他仅仅是个因为错失心上人 而悔恨的普通人 我 我 水云是白口莫辩 警纯的责问 就像是一把利刃 戳穿他过去的种种猎行 让他无处遁寻 我不知道 他的脸上露出了懊悔和后怕 不敢想象 那个时候 他设计余书和他一起度死结 假如破命人真的被他害死 就等于是害了整个的师们 他万死难辞其咎 现在你知道了 可是 晚了 警纯不止一次尝到了后悔的滋味 却没有一次比得上此时痛楚 他后悔那个时候被水云说服 狠心的和虞书一刀两断 后悔他失信于他 没有保护好他 反而屡次让他陷入了磨难 不是他变了心 而是他没有抓紧他曾经交付的真心 师兄 对不起 水云生怕警晨追究埋怨他 缩着脖子小声地便拜 我是做错了 可我又不是故意的 师兄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再说了 于姑娘 他不是平安无事吗 反倒是我吃了苦头 到现在都不能下地走路 他却不曾想 如果不是他肚结时戴上了虞书 恐怕他连这条命都保不住 不要说了 景晨紧紧地闭上眼 挥手让他离开 我不想看见你 让他静一静 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第二天 虞书和景晨在四天间碰面 因为昨天晚上的事 或多或少有些不自在 还好 虞书不像小姑娘脸皮薄 景晨也不会是死缠烂打的人 两个人都没有回避问题 皇上病重 现在是皇后把持后宫 我无法面胜求情 大提点逐意已决 你不愿意嫁给我 只能另做打算 景晨坐在窗边 窗外是灰蒙蒙的阴天 虞书抱着臂膀 站在书桌边 皱着眉头道 你说大提点 会在半个月内定下我们的婚事 也就是说 这半个月里 我必须想方设法 见到云华义子 亲眼一睹 选女六任书 弄清楚真正的破名方法 虽然大提点和云华 都有可能在骗他 但他个人 更倾向于相信云华 茫茫人海 你要到哪儿去找我爹啊 可惜 他上次留给你的联络方式是假的 不然我们找到他 一定求他让我们看看 选女六任书 哦 让我想想 于书后悔之前告诉他 他去找过云华 结果扑了个空 现在他要怎么解释 他另有办法见到云华呢 他摸着下巴低头思考 景臣悄悄地望着他 他昨晚根本就没有休息 苦思冥想了一整夜 发现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是他嫁给他 他不情愿 二是他不嫁给他 就得逃命 你有没有想过逃走 逃走 于书挑眉看着他 我跑了你怎么办 谁来为你破命 景臣这一次没有吃 他坦然地面对他 在回心街的小院子里 你问过我 我凭什么 要你向我托付终身 为我分担这天大的责任 我想了许久 昨日方才才有了答案 我勉强不了你 哪怕你不愿意和我做夫妻 我也要保护你周全 于书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 意外之余 又不禁感到释怀 他总算没有再让他失望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 我是不会逃跑的 首先 他能逃掉的几率太小 安陵城就如同一座巨大的牢笼 江化母女能够成功地逃脱 使薛瑞计划了一个月的功劳 更重要的是 他们逃走以后 人有容身之道 江家的大本营在宁东城 东亲王手握重兵 就连朝廷都忌惮他三分 而他 就算是逃得掉 也无处可去 皇上和大提点不会放过他 他很可能一辈子都要东躲西藏的过日子 你看云华 偷了玄女六任书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影姓埋名四处为家 连儿子都不敢认 他没有想过逃跑 因为他不是截然一身 他还有家人 不光是于小修召会他们 还有跟着他的属下和奴仆们 那一大家子他都舍弃不掉 但看江家母女逃走之后 东亲王府鱼流一干人等的悲惨下场 他绝不会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景臣 诚如他刚才问他的那一句话 他拍拍屁股跑了 谁来为他破命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只要我找得到云华 那一切都还有转机 虞书放下手臂往外走 不给景臣发问的机会 虞书下了楼 叫了徐青进来报答应 文绍安手捧着一叠文书 等着他批阅 连忙问道 大人 您这是上哪 偷偷 回家歇着 一听就是瞎话 文绍安不得不提醒他 下个月的昆策 您该动手你了 不着急 先放着吧 于书大手一挥 就带着人溜了 皇上这一病 下个月的昆策定了 也是白定 没准过两天 皇后娘娘 就会让上宫局传达旨意 暂免分策 出了四天间 他派陆红到大理寺 去找薛瑞送信 请他午时休息的时候 到他府上来一趟 他先行回家 换下了厚重的官袍 松了头发 躺在软榻上发愁 不忘传话 让下人在花园里 预备韭菜 见了薛瑞 该怎么对他说呢 直接告诉他 皇上病重 大提点要逼婚 不好 薛瑞对云华 有很深的心结 一个月前 荆轲把他从凤华府骗走 他都不愿意与云华相见 可想而知 他是不想认这个亲爹的 可是他知道 只要说出来 大提点逼婚的事 薛瑞就算再不情愿 也会为了他低头的 他这么做 和江家母女又有什么区别 都是在逼他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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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